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甄嬛戏 哈喽大家都 好久不见 朋友啊 我发现心里痂 每天压力都很大 你们知道吗 当没有人来找我 资商的时候呢 我通常就会玩我最喜欢的小火车 唱我最喜欢的歌 这样子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哦 好了 说到火车 你一定就不能不知道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偶像 台湾现代化之父 刘明传先生 什么 你不知道吗 当初就是因为他兴建了 从台北到基隆的载客铁道 所以台湾的铁路 才会这么发达哦 没有关系 不认识的话 各位朋友请坐下 哥哥要来讲故事给你们听了 对 当初就是因为曾国藩先生 他要来选台湾的总督嘛 然后呢 就有人推荐给他 三位候选人的名单 于是乎他就把这三位候选人 邀请到他们家来 请他们先在客厅等着 而曾国藩先生呢 他就躲在一旁偷偷地观察这三个人哦 过了好久好久 他都没有出来哦 所以这三个候选人 里面其中的两个人 就开始有一点生气 开始觉得有一点厌烦 然后就开始有一点抱怨 但是里面有一个人 特别地自在 特别地淡定 然后悠悠闲闲地 就在看着曾国藩先生家里的画哦 而这一个人就是我的偶像 刘明传先生 曾国藩先生看完了之后呢 他就出来 要来对他们三位候选人考试啦 他只考了一题 问说 请问一下 我家客厅到底挂了哪一些画呢 想当然 只有刘明传先生一个人知道答案了哦 所以他就成为我们台湾第一个总督了哦 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 是不是跟我发现心理家一样 有一个发现呢 这个发现就是 人绝对不能够太烦躁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躁静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当你觉得很烦很生气的时候呢 你就什么事情都会做不好 所以咯 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什么 我们要来学习 忍住怒中气 很难对不对 嗯 我也觉得 没有关系 有我发现心理家 我给你一些小撇步 马上可以让你们一秒忍上手哦 哇 图书馆也太多书了吧 赶快选一本 这一本 一百零零一个生活常识 有什么常识数我不知道的呢 哦 哦 都是这样子的哦 好 先去这边 我去看 喂 什么事 你到底学好了没啊 快好了 哦 你快点啦 我不理你咯 我先去借咯 等下再回来找你 喂 好 借好了 陈维翰 陈老师 你为什么还在选呢 你要选到什么时候啦 你到底有什么急事啊 没有啊 你干嘛那么急 不管了啦 你真的好久不想等你了啦 我先回教室了 好 你等下自己回来 拜拜 好 小恐龙刚刚跟维翰 在图书馆里发生的这些事呢 你觉得是小恐龙 没耐心的打圈 觉得是维翰 真的太慢了的打差 我看 他超慢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人打差 其中还有一个是维翰 那我就要问咯 像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的情绪会是怎样 好 我要请雨晨 遇到像小恐龙这样没耐心的人 你会有哪一种情绪 请按 你觉得艳烦啊 说说看 很讨厌 然后一直在那边吵 一直在吵对不对 对 所以 他真的很烦 希望他赶快走 是不是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那你希望小恐龙怎样 不要在那边一直讲人家 不要在那边一直讲人家 然后在那边坐着看书就好 哦 好 希望小恐龙呢 保持安静 不要再一直打扰别人了 也会觉得艳烦的人打圈 我看 遇到小恐龙这样的人 只有两个人打差 其他人都觉得艳烦 好 请坐下 还有谁遇到小恐龙这样在旁边一直催你 有不同情绪的 我问 展峰 你觉得像小恐龙这样的人在你旁边 你会有怎样的情绪 觉得生气 说说看 因为 他一直在那边吵我 我没办法看书 然后没办法选 那你气起来你会怎么办 就叫他赶快走开 所以他最后走了反而如你的意 也跟展峰一样会觉得生气的 来 你打圈 一 二 三 四 就四个人是打差的 好 谢谢展峰 那我就要问咯 刚刚觉得小恐龙还好啦 是违汉选太慢的 一个就是违汉自己 你先来我旁边 我想知道 来 好 你说说看 请按 你也会觉得艳烦啊 我觉得他让我很烦的地方 就是在他会在那个我的旁边 一直啰梨巴说的说话 可是 我也觉得可能是自己 那个选书选太慢 你也有点怀疑自己 因为如果我自己选书没有选太慢的话 他也不会在我耳边一直啰梨巴说的说话 所以你对他可以很包容 小恐龙好适合你这种人当朋友 所以我们才是好朋友 真的 好 请回汉坐下 遇到像小恐这样在我们身边 一直说话一直说话 老师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觉得 有点讨厌 有点烦 然后有一点生气 是 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艳烦呢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在你旁边 不断不断的发生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可是那个声音一直在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觉得烦 这是很自然 那么如果呢 包括如果像韦翰刚刚在选书 我其实很想好好看 这一本是不是我要的 那一被吵之后呢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 当我们想做的事情被打断 那我们就会生气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 除了这些所谓会烦啦 会生气之外 其实我要说多数的人不自觉的 当你旁边那个人一直在催你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里也会激起来 也会紧张起来 忍不住就会跟他一样加快的心跳频率 真的会加速 如果我们有装仪器 你就会发现那个 蹦 蹦 蹦 会越跳越快 不过小恐龙 到底你刚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微翰问你 你又说没有要忙着做什么啊 嗯 我就觉得 好像明明很快就可以处理的事情 要花那么多时间做什么啊 哦 老师 所以小恐龙自己也很烦躁 那这种情绪到底是怎么了 是 其实我们看到 刚刚那个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小恐龙说 等一下他其实有没有事 没有啊 既然没事我们就可以放慢脚步嘛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小恐龙你自己平常就会忍不住 什么事情都一直在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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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快点 对 那其实也不知道快点到底是为了要做什么 是啊 那这个就叫做不耐烦的个性 哦 但不晓得大家对不耐烦的观察 是不是很透彻呢 马上进行东东的时间 小金转一转 一起玩游戏 情绪表情拼拼乐 当别人出现厌烦的情绪时 他们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呢 一起来试试看 拼凑出厌烦的表情吧 好 闲金说说看 为什么你选择这样的五官 眉毛鼻子跟嘴巴 说说看 眉毛的话 它就是会有一点皱纹的感觉 然后感觉有点生气 对 然后眼睛的话 它是感觉起来就是不太耐烦 因为这边的眼睛我觉得 就是没有比较生气的感觉 所以就是决定选这个 同龄般的大眼 最严重的 那这个嘴巴呢 那嘴巴的话就是表现出 感觉起来好像是要你快一点的感觉 这个是闲金的想法 好 我来问佳萱 因为他的眉毛是皱起来 因为那个人一定让他等很久 然后让他有点生气 所以他的眉毛才会皱起来代表生气的样子 然后眼睛是有点瞪人的样子 然后牙齿是咬牙窃齿 这咬牙窃齿 因为他已经很生气 你为什么那么久了 所以你觉得不耐烦 就会伴随着生气这个情绪 有可能 好 给你 不过施燕的回答 施燕给我 为什么你觉得不耐烦的人表示这样 因为他整个就感觉很无奈的样子 他很不耐烦 但他是无奈的 真的耶 比如说眉毛就是八字无奈眉 是不是 然后这眼睛嘴巴呢 就感觉好像你很不对 但是又要等你的样子 再次 这样的心情是不是 好 我了解 哇 看起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想法 到底不耐烦的标准表情是什么样子呢 马上请老师来公布答案 最接近标准答案的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说呢 大部分的小朋友选的那个眉头皱起来 但是是往下压的有没有 大部分的那个都是眉头都是往下有没有 对 那个是非常生气的表情 这种表情其实已经到生气了 基本上是已经生气了 那么不耐烦其实还没有到生气 那么强烈 对 也不是已经不要跟你这个好朋友要好了 所以其实刚刚诗艳非常非常的棒 对 他的观察非常的非常的入围 而且他有讲 那整个看起来就有点无奈的感觉 对 只有他一个人的眉毛是选对 没有错 所以其实眉毛基本上来说 如果不耐烦 而还没有到生气 他比较像这样 那如果我们贴错呢 你会发现很可能 其实别人已经生气 你还把他当不耐烦而已 然后第二个来 我们看眼睛 来 翻白眼瞪人家一下 对 你怎么还这么久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好 那种很不耐 那我们看到有的小朋友选的是什么 眼睛瞪很大 有没有 对 刚刚小卫老师有说 那个通常是惊讶 吓到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会怎么样 真的很大 所以其实比较像不耐烦的眼睛 应该是有点像白人家一眼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眼睛已经像是惊讶了 惊讶 或者是我们生气的时候 也会把眼睛怎么样 真的很大 有没有 第三个呢 我们看到的 如果你的嘴角下垂 是不是有小朋友选的是 嘴角下垂这一个 嘴角下垂 通常比较代表的是什么 很难过 对 然后那个咬牙切齿 有没有看到牙齿这样子 咬得很紧 那个通常是非常愤怒的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不耐烦会觉得 你怎么又这样了 有点不耐烦 就是嘴巴会有一点点 稍微做一下动作 但是不会太强烈 不会像咬牙切齿这样子 整个肌肉都紧绷了 所以是这一个嘴巴的形状 比较像不耐烦 他眼观色 就是看他的表情之外 大家还有没有再想一下 不耐烦的人通常还有没有 其他的样子 或是其他的线索 有没有想到 他讲话可能会很快 然后很大声 所以叫催语的意思 讲话会速度加快 然后声音变大 所以很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察言观色 那个色就是指我们的表情 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言 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叫做 我们的语言吗 是 所以刚刚讲了 你的声音很自然 音量会怎么样 变大 对 然后速度通常会加快 是 而且还有一些常用 惯用语 快一点 快一点 快 除了这个我们的表情 除了我们语言的一些现象之外 还有一个我们身体 也会有一些动作出来 身体 好 大家想一下 身体 好 揉针 就是会剁脚 会剁脚 你怎么不干嘛 好像有 好像还要想到身体的动作 好 来 我摇 这个手都会就是很不耐心地这样挥 好 乖 快去 好 来 语童 这样体会一直摇摆 感觉很不耐心 就没办法站定 就会一直动来动去 长成 好 得慈 做得的话会一直垂起来 会这样一直垂 是不是 没办法好好的安住做好 好 我们看到了 小朋友都提到了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急躁 不耐烦的时候 我们身体通常没有办法放松跟安静 对 你就会紧绷 而且会有一些很多的小动作都跑出来 那这个是身体外面我们看得到的线索 还有身体里面 加圈 能会心跳加速吗 心跳加速 还有吗 可能会 有想到吗 身体里面 血压身高 你觉得自己长血压身高是不是 有一种冲到脑门的感觉 那就要问老师了 对吗 没有错 我们会 我们的血液那个流的 会你觉得流得比较快 那种觉得好像大脑要被冲破一样 对 但是老师 就算不耐烦 好像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你其实没感觉 可是我们刚刚说到 是不是你的身体里面很自然 心跳就会怎么样 加速 而且不只这样 你的胃场的蠕动也会什么 变快 比较快 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 你说你经常容易腹脚痛 或者会有腹泻的状况 有一些人其实就是因为他太常不耐烦了 是的 所以其实不自觉地对我们的身体 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对自己身体里面影响不好 然后对外面的影响一定也不会好 是的 人际之间 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说 如果你经常在催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也会跟着紧张 你知道人紧张的时候 情绪就容易怎么样 变得很强烈 对 然后动不动就容易 之间就容易吵架 所以为什么对人际也会有影响 那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不耐烦 缺点确实很多 但是你有没有了解自己呢 来进行体验游戏 同在一起测验题 请依照你的直觉 选出符合你状况的答案哦 一 你吃饭和走路时都很急促吗 二 你常常催别人快一点吗 三 你会一边吃饭 一边做其他事吗 四 塞车或必须排队等很久 会让你觉得很受不了吗 五 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会一直想插嘴吗 你有几个答案是符合的呢 根据现场调查 一个符合的有三位 两个的有六位 三个的有八位 五个的有一位 到底这个测验在测什么呢 请老师来告诉大家吧 在这五个指标里面 如果你已经勾了两个 或两个以上 基本上都是不耐烦的个性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四都不耐烦了 那当然越多的代表你 那个不耐烦的个性越强烈 那个试的地方是零跟一的人 就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是 他比较不那么急躁 不会那么不耐烦 可是老师啊 你虽然这样讲啊 我们也知道说可能不要这么急躁 对 可是就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话怎么办 好 老师 万一他已经又开始不耐烦了 是的 来 杨老师这里要送给各位呢 第一个小礼物叫做 有一招非常棒的 玩过橡皮筋吧 玩过啊 玩过橡皮筋你记得把橡皮筋拉得很紧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崩得非常非常紧张 放掉之后它是不是弹出去会变松 放松松的 对不对 所以谈谈橡皮筋是一个提醒自己放松的好方法 然后另外还有三字口诀 叫做问慢勺 问慢勺 先问问看 这么急有什么好处吗 慢一点有什么后果吗 先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慢下来其实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后果 那你就知道要进入下面叫做慢跟少 慢要提醒自己深呼吸 让我们的动作让我们说话都慢下来 对 第二个叫做少 就是有哪些事情其实可以不必做也没有问题 把你的生活里面简化一点 减少一点 我们很自然就不会那么急躁那么不耐烦了 好 那现在大家既然已经知道了 觉得有点不耐烦的时候就要问慢勺 那面对其他同学不耐烦的一直催促你 你该怎么做呢 马上进行行动轮盘 从行动轮盘的十个方法里面选择你要采取的行动 说出来 好 你要说什么 就是说我快要选好了 请你再等一下 就是我快要好了 一直请他等等不要紧 不要紧 不知道这个方法如何 好 我等一下再问老师 请坐下 那杨璇呢 杨璇会选择哪一个行动呢 请按 也是说出来 好 说什么 就是你不要再催我 直接告诉他 不要再催我 很酷 我等一下就好了 好 请坐下 那就要问老师了 老师虽然是说出来 但是说的内容不一样 然后做约定这样子好吗 好 我们看到了呢 对那个不耐烦的人呢 刚刚呢 我们得词嘛提到的就跟他做约定 而且他讲得非常清楚 是几分钟后 是 这个对于不耐烦的人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他需要非常清楚的 否则你跟他说等一下 你想的是等五分钟 他一分钟后就又来了 你好了吗 好 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说出来是对的 但是能够把它说清楚 这非常地重要 是 那另外面对不耐烦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小朋友可能有人想到 还没有提到 就是要冷静 冷静 为什么 不耐烦的人 他心跳已经很快了 对 那我们有时候不自觉地 就会跟他一样 跟着急起来 所以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再想 我该怎么跟他说 好的 跟着我一起做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好的 朋友们 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很烦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自己两个字 冷静 来说一次 冷静 非常好 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 在日本 他是做精神行为医师的 他的名字叫做 Dr. 希多昌规 他跟我说过一件事 人的度量 会决定你的脑容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度量 如果越大 你的脑容量就会越大 换言之 当你常常 一个不小心就觉得很烦 为了一点点小事就觉得生气 常常觉得心情乌云密布的 好像快要下雨了 那就代表你的脑容量 已经越来越小了 没有关系 Don't be a friend my friend Dr. 希多昌规有说过 这样子好了 我用唱的 把这个方法唱给你听 Ready Go 不要拖拖拉拉做讨厌的事情 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轻松 坏习惯就该丢掉别找借口 不要舍不得丢 清除空间 六点白 睡前不要一直玩手机 让脑深情休息 不要太只是凡事只想到自己 来宾请掌声 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 没办法 谁叫我就是大名鼎鼎的 好开心哦 好的好的 各位朋友 其实啊 刚才这一首曲子 只有讲一个重点 那就是 把所有坏习惯丢掉 脑容量就会变大哦 把所有坏习惯丢掉 脑容量就会变大哦 把所有坏习惯丢掉 脑容量就会变大哦 嘿 这样子你们明白了吗 很好 表现得很好 好啦 那今天发现心理家 就不再啰嗦了 就先这样咯 拜拜 好开心 好开心 想大声喷嚓 说出来 我陪你好好笑 好难过 想用力的哭 说出来 我为你准备手帕 好多话 想让你知道 说出来 我听你慢慢讲 好启动 好多话 好启动 好启动